第33题,丁丁想了解表面积大小与反应速率的关系,可以观察哪两只试管产生气泡的情形,这是在考控制边因法,我们要了解表面积大小跟反应速率的关系,我们就要改变表面积,而其他的因素要保持不变,也就是变成控制边因,我们看到乙试管跟丙试管它的盐酸浓度都一样,都是我们的控制边因, 而我们改变的是灰石的表面积,一个是灰石块,一个是灰石细本,所以乙跟丙可以让我们了解表面积大小与反应速率的关系,第33题就问我们说,想了解表面积大小与反应速率的关系,可以观察哪两只试管产生气泡的情形,我们答案选的是B,乙丙